他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也没有办法下笔 移民官到最后没有办法 那么你就画漫画吧 画漫画你是喜欢 你喜欢一个人 你就画一个people的face people的face 一个人眉毛眼睛 他说他也不会画 他从来没有画过漫画 怎么办 你说画个灯吗 light 电灯泡 你电灯泡总会一条线 像一个千圈 这个电灯泡总会吧 他说他也没有画过 他也不能画 手在那边抖 不能画 那怎么办呢 没办法 到最后移民官实在是逼得没有办法 这样把你回去练 练习你写你的名字 叫你儿子 教你写你的名字 一个字就好 他去练 天天在那边 他儿子教他拿笔 这样去画那个名字 画画画画画画 写得差不多了 到了移民歌的心 他笔拿起来 他说我又忘了 他又忘了 他没有办法写 一到那里他就紧张 没有办法写 那么这样子的人呢 我们可以这样子想 他如何修秘宗 如何去修秘教 很难的 你叫他一个 Om 阿 哄 他花音都不会准的 他无论怎么花音都不是 Om阿 哄 他怎么办 就是他没有办法修 这就是不能死 如何修 你要叫他怎么观想 你说观想方面来讲 是很难 很多这个大学毕业的 教育程度很好的弟子 要他观想他都难 他都很困难的 所以这个也是不能修 不能修时怎么办 他有教你 我们生活中 皈依的弟子很多 这样子的人是很多的 他没有办法修 也许是身体方面的 第一个 他的手残缺 不能解手印 还有年纪大的 这个你知道 拿起金刚处 要喊一个HOME字 喊一个W 他这样子抖 就抖个不停 就拿不闻的 我记得有一个弟子 他很喜欢给师尊夹菜 我每一次请客吃饭 他每一次请客吃饭 他都很喜欢给师尊夹菜 然后他这个筷子一夹 他要放在我这个碗 然后抖 抖到我这个盘子面前的时候 就给我丢在我衣服上 他每一次都是请我的衣服吃饭 他不是请我吃饭 明明要夹放在这个盘子 无论如何 他都会抖到我的衣服上面 他是很客气的 每一次都一定要帮我夹菜 你说这个截手印 他就不行了 你要叫他截手印 他手没有办法截 他没有办法 因为手一直在抖 没有办法截手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不能者 时间上的不能者很多 很多人很忙的 你叫他修四座 没有办法 修一座很勉强 在海外的地址 他有些人是打两份工 打三份工的都有 都是到生今半夜 他才回到家里 然后洗好澡 又马上要修法 他修到法 修完了都天亮 第二天又要上工 很辛苦的 所以他也是很不能者 时间上不能者的人很多 还有呢 这个空间上不能者的很多 像我们呢 你讲说我们出家人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自在于修行 但是不是的 你出外洪华呢 坐飞机呢 你在飞机上刚好 日中 应该要修法的时间 你这个时候 你也是不能者 空间的影响 你不能者 你说你正在坐车 正在那个 你也不能保持一天四座 那个时候就是不能者 有的是时间上的 有的是空间上的 有的是人方面的 身体方面的 还有智慧方面的 智慧方面的不能者 刚才讲 他根本没有办法 去了解这个所有的异鬼 经济上不许可的 他没有办法不谈 去修 去修的 怎么办呢 他这里就是这样写 不能始足何修 若不能以五向正菩提法 起如来等修本尊者 则当念诵本尊心中 既修自为本尊 一致前面依如是修 后供养称赞灯 圆满念诵 这一段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所谓五向正菩提者 上回我讲了 这五向成道官 宜家部五向成道官 是第一个 是道场官 你要把整个道场通通要关出来 道场官 第二个是夜伦官 你要协会夜伦官 第三个是阿治官 阿治官 阿 五向正菩提法 利用五向的观想 来得正于菩提的方法 这五向正菩提法 生起如来 本尊 而修本尊 假如你不能够 你没有办法去这样子 依次第去修的话 应该要念本尊心作 修自身为本尊 以至面前依如是修 以后呢 你还要加上供养 赞叹 称赞 等圆满念诵 这是简单的修行方法 所以修密教人 至少你这个咒语也要会的 你要修上师相应法 你要也要念 Om Guru 联圣 师父 HOM HOM HOM